好 我們再說 其實台灣本土的問題 已經是很多了 可是朱立倫終於可以見到習近平 就要坐飛機去了 那朱立倫要旅途順暢 可是這過程當中 理論上應該不要太多的困擾 但是事實上好像 漁波持續荡漾 我們這節目已經連續 追蹤這個事情第四天了 那麼朱立倫的回答就是 大家輕鬆以對 不要那麼在乎 好 那我們也想輕鬆以對 可是問題的事情是 為什麼帶了六個事務官過去 為什麼夏立言說 這件事情沒事呢 難道說見習近平 就讓我們政黨不能 就是公務員不能參與 政黨這事情可以起來嗎 我們來看朱席會風波不斷 那麼朱立倫帶了六個事務官附中 那麼朱立倫如果不選 另外一個議題是 朱立倫如果不選 那麼今天已經知道了 吳對立說百分之百參選 所以我們今天有兩個議題 第二議題就是我們現在很在乎的朱席會 五月一號六點鐘 朱立倫附入這個記者招待 記者會 那麼在四月三十號呢 蔡英文就主張兩岸維持現況的問題的時候 這個朱立倫說 這個問題呢 請你到正式記者會的時候 再來問我 意思說蔡英文的事情 他要在正式記者會回答 那麼那你回答是要回答蔡英文的維持現況呢 還是要報告朱席會呢 好 那重點來了 事情好像並不那麼單純 就在火線上 在我們媒體上強力監督朱立倫的時候呢 朱立倫帶了六個事務官附中耶 那是不是違反了行政中立呢 等我問一下委員 那麼民進黨的李敬毅呢 就直接說了 行政院與陸會同意嗎 問號 能參加國共交流 國民黨的團 問號 好 那我們根據這個法規上面規定喔 公務員員呢必須要保持行政中立法 有一個叫做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裡面談到 公務員呢是不能參加政黨活動的 須保持行政中立 特別是事務官喔 還記得當時這個柯市長的太太 有這公開行程 當時的狀況怎麼樣 記不記得柯市長的太太 這個佩琪 她不是就被人家監督說 你有公務員耶 人家只是一個晚上去助選就說公務員 那你這些人大喇喇的 參長政黨活動耶 好了 那當然就一個問題啦 新北市長參加國共任團 那姚文智當就說了 新北市長可以指揮中央部會嗎 那麼夏立妍的回答說 行政中立法非兩岸相關法令耶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喔 行政中立法非兩岸相關法令耶 所以碰到中國 台灣就沒有行政中立法了 講這邊我講不下去了 來來來來 這個委員 是 哇 我們的國家法令遇到的中國 就不是法令了耶 我覺得國民黨真的是把我們國家的整個法治 這個整個践踏如 氣之如必喜 這個為什麼這個國民黨它跟民進黨或者在台灣所有的政黨在台灣的一個我們的認定它是一個政治性的民間團體 所以它不代表國家它是一個民間團體只不過它是政治性的一個這樣的分類 而這個共產黨它是黨國一致共產黨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等於共產黨 所以你用黨主席一個民間社團的一個主席不過一個民間社團的一個領袖 你要去那邊做這個跟共產黨做國共論壇那也沒關係就是民間交流嘛 就是長久以來就是兩個兩個兩個這個政治團體在做對話嘛 今天你第二個帶著中央級的這個事務官喔對不起這兩位 有提到這個是這個都是經濟部有這個制裁局 對制裁局的局長跟工業局長兩個是道道地地的事務官喔 他不是說好這個政務官選舉到了好我下班時間我就可以來來輔選政務官OK我覺得還沒問題 你今天是堂堂的中華民國領有我們台灣人民奉入的事務官 你今天去隨著這個說也不是隨著你的長官不過隨著一個民間團體的意見領袖去那邊做一個論壇 這個整個把國家的一個整個點章制度踐踏在地上我覺得這個都是要回來都要好好的追究一下這個怎麼可以公務人員行政中立吧講得這麼清楚 只要國民黨他在執政他就可以擋大萬圍我想這個國民黨他真的是我想這個他如果真的要連任我想最大的 我想最大的我應該是說我們民進黨可能最大的這個助選員可能是朱立倫 真的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這些事務官如果今天要去中國大陸談判他應該是由陸委會代表嘛所以陸委會可以基本上陸委會真的可以召集因為我們到ACFA什麼東西都是有 然後陸委會跟他們的國台辦直接對口討論嘛 是我真的沒有辦法想像陸委會自己把這個官簽丟到垃圾桶 然後委託一個民間機構叫做朱立倫的黨主席帶領的中央官員六個事務官去的時候夏立言竟然說這非兩岸關係可以討論的 這不是荒謬什麼叫做荒謬啊委員我說他說他沒有去禁見我想他這樣的舉動就是帶著我們政府的官員高階 這些文官這不叫禁見什麼叫做禁見 不知道說書成什麼這個這個如果不叫書成什麼不可思議耶 對所以我覺得說在整個朱立倫我們說他要選總統 我真的倒是覺得說如果他有膽去選的話 我想這個人我覺得也歡迎他去選我們民進黨也非常熱見他去選 因為他從剛才討論一個多小時的這個福州住宅他的擔當性在哪裡 他的一個對人民所託的那種責任感的擔當感又如何 我想剛才的一個一個小時多的節目一個非常清楚的討論 真的今天他身為要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他是臺灣的憲法是臺灣的典章制度如必行 你這個怎麼能夠當國家領導人 對 來請假就可以行了嗎 事務官請假就可以行了嗎 就可以跟民進組織去跟對岸討論跟經濟有關的事情嗎 那個金蘭你也長期觀察這些政治的這些新聞 這個事情你不覺得怎麼在這個時候 臺灣已經民主政治到現在還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覺得他這裡面那個夏立倫在這裡面取巧 他說行政中立法這個事情應該是要人事行政局 或是相關單位來談這件事情 他跟兩岸相關的法令沒有違背 因為他是主管陸委會是主管兩岸相關的法令 那他在這裡面事務官去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 是不是跟黨務連結在一起 然後有違行政中立 那民黨的立法委員 在這裡面也應該要問的就是 這個人事行政相關的這個官員來問 那我覺得這裡面有幾個必須來談的 就是朱瑞文這次去 不想要太高調對不對 然後要公開透明嘛 所以他們有私下密會嘛 比如說我們在看到的是不是習租會嘛 就私底下關起門來會他不想 那不能太高調也不能太低調 太低調好像去就沒意思嘛 你總這樣要去嘛 可是他帶著這個事務官確實有問題 事務官就是真正面對處理事情的這一塊 他帶的是智慧財產權 還有的那個財產權還有公務權 還有文化部 所以是六名事務官 六名事務官他不是政務官 他是事務官直接要去面對談的這個事情 請問一下這些事務官跟著他出門 是去幫台商處理事情 還是跟這個對岸相關的對口單位 去談相關的事情 這裡面有非常大的一個 行政權上面的一個矛盾 但是又有一個緊箍咒 你出去不能協議喔 你不能協議 就是說你不能談任何的協議 可是你在底下又直接的面對面 進行了相關的事務性的討論 跟談這裡都影響政策啦 就政務官可能坐在那裡嘛 很多事情當然事務官最了解的事情 他在這裡面讓大家看到了兩件事情 一個出門嘛 掛羊頭賣豬肉 什麼事情都不敢講 5月2號3號去的是幹嘛 國共論壇 然後5月4號是幹嘛 是跟習近平見面 這跟城市交流都沒有關係 那他用黨主席的身份出門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又帶了事務官 我們也看到他在國民黨中常會 找了政務官來報告嘛 以黨領政 現在看到了又是以黨領政 所以馬英九一方面 在這裡面想要跟大家講說 我今天當老大 一方面又放了一些 比如說事務官出門 讓你事務官出門 真正要想要了解一些事情 解決一些事情 不想讓他這個團的本身太低調 低調到好像都沒人出門 那我去幹嘛 我就say hello就好了 就見見面摸摸手就好了 所以他要讓他又有點能量 所以他就讓他事務官出門 所以在這裡面 就是這個重點 他要讓他覺得這一次去中國大陸 他有一點能量 對 不然你叫他去幹嘛呢 因為政務官會是政黨輪替 但事務官會延續政策的執行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真的某種程度 是要增加他的能量嘛 他在這裡面就是既不能太高調 也不能太低調 所以在高調跟低調當中 大家看他左支右支 才會搞成今天這樣嘛 這個左支右出的狀況 還沒出門就摸阿品倒灰嘛 所以摸阿品倒灰 你看一路上大家批評成這樣 還沒出門 還沒有辦法給他敲鑼打鼓 潑紅地毯 這邊就已經覺得說 你去一定怎樣 你去一定也怎樣 然後又離地大佬出了這麼多疲漏 現在狀況就是 他在這個位置上 上面公公婆婆很多 一個有馬英九 然後陸委會 講好你出門這裡也不能弄 那也不能弄 那到底能弄 就花了一個小圈圈去 現在大家不是講嗎 還有什麼亞投行 是不是去跟習近平講 讓我們去參加 讓我們怎樣怎樣 要我們在這裡面 做一些比較實務性的 有沒有講到 實務性的 不要去談一些空投性的 要去講實務性的 所以事務官 去要做實務性的 來 慧祝議員 我來補充一下 可能大家對很多的規定不了解 第一個就是事務官 他可以經過報准以後 去大陸參加研討會 論壇 或者是協助一些這個談判磋商 這個是合法的 在法律上沒有問題 第二 國共論壇辦了十屆 前幾屆每一屆都有事務官陪同前去 包括吳伯雄當了這個 他帶團去了六屆 那他在黨主席任內 跟榮譽黨主席任內 都帶了事務官去 大家不去質疑吳伯雄 只質疑朱立倫 顯然大家覺得朱立倫的行情 吳伯雄好 吳伯雄擔任黨主席的時候 當時是阿扁執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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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共論壇前面十年辦了九屆 從2005年連戰開始第一屆 連戰當了三屆 那個時候是民進黨執政 當時沒有任何的官員去 因為阿扁不會允許他所屬的 不管政務官事務官去 2008年以後 有換吳伯雄他當黨主席 那2008年第一屆他當黨主席之後 這個馬英九還不是執政的 後來就換這個國民黨執政 所以我去過兩次 比方說我們同桌吃飯 就有文化局的專員 因為他這個是屬於兩岸 經貿文化論壇 所以每一屆都有文化部的人 都有財政部的人 都有這個經濟部的人 有時候看特定的議題 有時候還有交通部的人去 所以如果大家要罵 應該你們十年前就開始罵 或者是五六年前開始罵 如果說十年前都這樣子走 有事務官去參加這個 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民進黨沒有一個人 從議員到立委 你們沒有半個人講話 那今天你們講話 我只能說你們太看得起朱立倫 覺得朱立倫比吳伯雄有前途 所以把這個事情擴大來罵 那我是覺得說 基本上他們去參加這些論壇 我去參加過兩屆 大家在這個論壇當中 他會分組討論 比如文化組 經貿組什麼什麼 會針對很多的問題 去做一些溝通跟討論 那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我們依法來講 事務官可以去參加研討會 不只是這個兩岸經貿文化論壇 其實其他的論壇 就是說這個比較等級高一點的論壇 都是可以的 甚至單獨的一些研討會 比如說哪個大學辦的或什麼 要去參加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說在這個說 有六個事務官去 隨著朱立倫去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有一點把這件事情 往這個很小的地方去 雞蛋裡挑骨頭 如果你們要挑骨頭 我建議你們就在陸委會 或者是立法院 好好的把所有舊帳翻出來 否則你們只針對朱立倫 就顯然你們覺得 朱立倫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好 我們先進口廣告 等一下 我講一下